一样我们回顾上周 其实这个图大概就非常可以简单的 让我们去知道 我们大概上一周上了 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课程的进度 对不对 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内文了 而内文是从五重旋翼七方共解的 这个地方开始来解释 我们的经题 就是佛说观五量受佛经 对不对 而经题的第一个字是佛字 因为佛字太重要了 它等于说是一个修行的究竟跟成果 那这个佛字呢 智者大师从六集这个地方呢 开始来做解释 礼集 名字集 关心集 相思集 分圣集 跟究竟集 而这个呢 其实也是什么呢 圆教 什么呢 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六集的内涵 那我们其实六集上个礼集 没有谈完的礼集 进入到分正集 分正集 而分正集其实我们还没有谈完 其实还有一半的内容 其实今天会带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深入 跟所谓的进程 会进入这样子 而呢 礼集的部分其实简单说就是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 我这边没有标 但是我相信同学是知道的 名字集呢 其实就是理解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有中道佛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不管说是有没有理解 就是在名字集的阶位 至少你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理论跟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圆教法 这个是名字集 而关心集呢 其实就进入到真正的入品 对不对 就是你要有什么呢 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至少你要完全理解 名字集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完全理解礼集的内容 然后进入修行的一个程度 那有五品地子位 以及相似集的六根亲亲位 这个都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介绍的 那进入到分正集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从凡而入圣了 有而入圣了 那分正集的一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程度 跟所谓的境界 我们今天还会再接着讲 好 今天还会再接着讲 这个就是以上我们上个礼拜所介绍的 除此之外 其实我可能还要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有关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是介绍有关这个比较不一样 天台的一些所谓的术语 这个算是一个观念 也算是观点 也算是属于治理大师 他比较属于治理大师的一个主张的观点 那虽然这个是有一点理论性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词 他关乎到我们这一本就是要进行的内容 所以我不得不在这边再稍微提出来 让同学再做一个回顾 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那如果说那个没有在这边重新做回顾 其实我会觉得再做一次回顾 对于解读我们的课程会蛮有帮助的 蛮有帮助的 所以第一个其实我要回顾的是 我曾经跟同学介绍的两重人所 对不对 就是治理大师所主张的两重人所 而这个两重人所 其实也就是原教官法的一个所谓的官法 这个会比较属于典型的 治理大师所主张的 我只是讲这个 我不会再讲两重人所的内涵 只是让同学知道 第二个是己的意思 那己的意思呢 其实他关乎什么呢 关乎这个法是不是原教法 这个是己的意思 而呢比较特别的是 治理大师所主张的己的意思 是当体权势 当体权势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我上个礼拜有讲到三种己 对不对 那另外两种是什么 二物相合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两个两面背反的这个己 这两个都不是 要当体权势才是原教的己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 己的意思 第三个呢 是约心观佛 还有吉心观佛 这个等一下还会再稍微跟同学做介绍 这个就是如何用观佛的 这个修行功夫 来做一个原教的观修 原教的观修 所以这个为什么吉心还要观佛呢 这个是有关观佛的一个修行法 第四个其实我会觉得是一起 第四个以后 其实是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解读 这个都是一个解是一个 一个解是一个 所以这个词呢 可能看起来会觉得有点深疏 但是呢 这个都是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有跟同学介绍的 但是这个呢 因为一出现 其实我怕同学造成比较大的困扰 所以在这边呢 就是再一次把他列出来 就是看到的时候会 把他当做朋友一样 就是很熟悉他 这样才不会觉得 看稳的时候 会觉得很色 很色就是很深色 有没有 看起来就觉得不顺 所以我们其实会很敬佩佛陀 你知道吗 你看佛陀的一部经典 我们看也很欢喜 然后呢 有智慧的人看也很欢喜 有智慧的人看 可以做很深的一个所谓的诠释 那问题是我们看经典 还是一样是什么样呢 很亲切 很亲切 只不过智慧没有办法达到说 很高阶段的人的一个认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试着去解读 有成就跟有智慧的人的术语 在这边其实就是培养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内涵 那第一个是真修跟原修 真修跟原修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什么是真修 什么是原修 原修就是借缘而修的 这个叫原修 真修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不是借缘而修 直接什么呢 直接没有错 直接其实就是观那个 以无修而修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体正而来修的 这个跟始觉跟本觉呢 虽然是不太一样 但是又有一点类似 有一点类似 就是有那个开始 开始那个所谓的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始觉 乃至达到究竟的这一个本觉 究竟的这一个本觉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字啦 就是修跟信 其实在这边呢 其实大概也可以说 做一并的介绍 修就是修行的修 可以很类似于像始觉的始觉 然后信呢 就有点类似于像本觉 因为已经达到什么呢 法性的究竟 这个呢 其实都是一并一并 来做一个所谓的理解的 来做一个理解的 而呢 在解释这个真修原修始觉本觉 还有修跟信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词的时候呢 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是用佛的三生三德三智 还有三因佛信 就是了因远因跟正因 对不对 来做一个解释 大概就是这几个词 在这个地方不断的互相彼此的 一个所谓的诠释 这样OK吗 很好 哇同学都很很有智慧跟很聪明 好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基础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读 其实我觉得我们班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数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殊胜了 就是有这样子的同学们 就是对于天台有兴趣 而呢 在这边我们一起共同解读的时候 我们彼此互相争 争善跟争意 我们都会受益的 都会受益的 好 好来我们看底下其实就是分正级的第二个部分 对不对 就是33页 就是约呢 批悟明佛用 约批悟明佛用 而第一个呢 其实是约发心明吉佛 发心的部分我们上礼拜谈了 那什么是批悟 批悟的部分其实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这个叫批悟 批悟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一下佛 就是已经证得从凡入圣的原教委的菩萨如何去立意众生 所以我们看第一句话其实就很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神通力的展现就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普现色身 就是能够一线一切线 当一运用那个所谓的任运作义的时候 众生所需要他就随身怎么样 而印 随身而印 所以他能够报答诸身 为什么可以报答诸身 因为众生有苦他听到啦 所以他能够马上的视线 马上的视线 然后随类而印化 不动真迹 群情等月 不动真迹的意思就是 不动他 真如如如不动的法性 这个叫不动真迹 而呢 群情指的是什么呢 众生 众生其实被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视线来度化 都会怎么样呢 都会很欢喜 很欢喜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所谓的菩萨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跟所谓的境界 还有神通的运用 神通的运用 底下我们来看 因以三伦度者 三伦就是身口意三伦 身伦口伦跟义伦 能够八相成道去佛为宜 八相成道就是像我们释迦佛 从入胎 然后出家等等的这个八相 八相成就佛道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可以聚佛为宜 以佛的阴身 然后用方便来度脱众生 因为其实众生还是凡夫嘛 对不对 所以凡夫还是要随类 而视线种种方便来教化众生 更何况有九法界的一个三伦呢 所以单单是有众生有三伦对不对 还有其他地域二鬼出身也是 乃至天人 还有其他的二圣跟菩萨 所以出祝菩萨可以这样 更何况是等觉 所以这个就是分正即佛 分正即佛 这个其实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批物 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在这里呢 其实因为讲到批物利益众生 我要补充的是刚刚其实 跟同学讲到约心观佛 跟集心观佛的部分 因为这里其实是跟我们的 那个所谓的关系有关系 关系有关系 跟我们的这一个文 没有所谓的直接明显的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 其实就跟我们这一本 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典 或是论著啊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修持的一个观法 有很大的观点 这个本来是上个礼拜就要讲的 那这边算是做一点点补充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运用所谓的观心法门 就是观佛 因为在这本那个所谓的经典 要讲的是观佛的法门 观心法门呢 其实就是集心观佛 就是观佛 其实这个佛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意思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集心观佛呢 又叫约心观佛 也是什么呢 集心念佛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念的这个佛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其实就是那个显现这个佛 所以集佛集心 集心集佛 意思是这个样子 跟我们那个所谓的持民念佛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个算是一种所谓的理解啦 倒不是说让同学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其实等于说是原教的 一心三观的一个观修 所以有点难度 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 因为这种所谓的法 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去所谓的了解 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那这样子的一个原教法呢 其实就是注于心佛同体之观而念佛的 所以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心跟佛是同体的 所以用一心三观的立场来阐明 就是一心什么呢 极空极甲极中 空甲中的一心三观 所以极心念佛其实是观什么呢 我们本自具足的 阿弥陀佛的一报跟正报 我们观对不对 我们观这样子的阿弥陀佛的一报跟正报 头先是观想 以这个观想来熏我们自己本自具足的心性 那观成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显示 我们本自具足的真佛 整个原理是如此 然后整个原理是如此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极心观佛的一个所谓的了解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啦 这个也算是一个 最重要的核心在这里 那同学可能会说 一心三观这边其实都没有什么谈 那这样子在讲极心观佛 会不会太快 那不用紧张 这个算是点到为止 我们今天会进入到 空甲中三观的次第跟一心三观 所以在这边呢 可能还会再做更深入的探讨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 其实都是往天台 很核心的观法 来做了解 来做了解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算是做补充 算是做补充 而这个一点一点的概念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其实同学比较小看 这个其实都是几乎是 佛学院很重要的功课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能够了解 其实也算是在读我们佛教学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跟理论 能够学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本身得到的 因为自己本身的保障 自己本身已经就受用了这样 好底下我们来看 就是有关 智理大师的解释 而这个解释还是一样 上面这个其实就是 上面这个 就是智者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观金术 那这里呢 所对应的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本呢 所诠释的这个三轮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那这个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什么呢 总是三轮 三轮在哪边呢 就是我标示的深口意这边 就是每两句有没有 对应一轮 所以我们看哦 以普现色身做重色相 这个就是深轮嘛对不对 因为你普现什么呢 色身来那个所谓的做重色相来 那个教化众生 因随类报答诸身 这个就是口轮 不动真迹群情等月 这个就是一轮 这个就是一轮 这个就是深口意三轮 那因为其实在 智理大师的庙中操 我会觉得还有一些文呢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那就是那个地前法师呢 其实就是列这一句话的解释而已 那庙中操呢 其实有底下的这个解释 我倒觉得可以让同学去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就把它列上来 庙中操其实有列 就是色相就是深轮 所以我为什么敢做这样子的一个标示 是因为那个庙中操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一音呢就是口轮 等月呢就是一轮 这个就是深口意三轮 那深呢就是神通轮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视线神通 口呢就怎么样 正教轮 为什么 因为教化众生 用口来说法嘛 对不对 意呢就是济心轮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妙观察制 因为他呢 其实可以观察诸法 而自在怎么样 说法的这个智慧 主要是这个智慧 所以这个是属于济心轮 那同学可能 应该是知道 轮其实就是一个轮转 为什么叫轮转 因为他能够催念我们的烦恼 这个叫做轮 所以转法轮 原则上其实就是什么呢 可以转这个法轮来催 催念我们的一个烦恼 卧直烦恼嘛 对不对 所以济心正法 转入他心 能够呢 催念一切的业惑 所以催念一阶的业惑 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的每一个词 都有他非常经典的意思在 对不对 看转法轮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断的在催破 我们自己本身 根深固执的那一个 非常非常坚固的烦恼 所以此三叶应有十戒的相貌 而这个呢 其实是出注分得佛用 在出注的时候呢 其实他因为正了一品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法身 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怎么样 可以得佛的这样子的一点点的受用 不要看一点点 这个受用呢 对我们而言就是无穷 无穷 因为他可以示一切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佛身 跟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神通 让那个众生可以得到利益 让众生可以得到利益 好 这就是有关这一句的解释 这一句的解释 这个应该不算太难 不算太难 那我们看底下 因以 因以下 因以其实就是前面这两个字 因以三轮度者 这个其实就是别是九戒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说 先明佛三 旷出九戒 先明佛的三轮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四线九戒的相貌 佛印三土 且说同居 佛呢 其实是印化三土 就是方便有余 凡胜同居 跟时报庄严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边所举的是 凡胜同居土 化有始终 所以张有佛成道的八项出现 那这个呢 底下就是在讲 那众生其实有大小根基不同 所以佛的视线 包括佛所说的法 就有大胜小胜的 不一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 大胜所见 八项难思 就是大胜根基 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众生所看到的 那这个八项难思 所看到的这个佛成道的八项 不是我们凡夫可以私益的 可以私益的 那如果说是现小胜的佛的一个八项成道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所知道的这个所谓的八种 一个佛的一个成道项 这个是略的 八种皆略 大呢 是出没 如水呢 之坡 全法皆生 那八呢 皆圣庙 这个就是有关什么呢 大基所视线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佛生 而这个佛生呢 有多大 是全法界之身 什么是全法界之身 就是法身的意思 法界之身就是法身的意思 然后呢 小胜的一个生命呢 体是无常的 所以就是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无常嘛 然后终归怎么样 终归要 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无常生要 所谓的灭 所以如火烧心 终归灰断 这个是小胜的一个生灭 小胜的这个生灭 好 这个就是有关 这一个 这一段话的这一个解释 这一段话的这一个解释 而这一段话呢 其实我要跟同学做一个所谓的 比较多的解释的是 这一个法界身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法界身的一个了解 到底有多么的一个深入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多做一点点解释 因为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在讲法身的时候 那谈到法界身的时候 让同学才不会直接想到 这个法界是不是华眼的法界 那华眼的法界跟这里的法界的这一个身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卫同学补充的这一个 就是法界身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就是佛的三身就是法报应 对不对 法身报身跟印化身 而我们其实知道 希腊多太子成就佛道的这一个 就是什么呢 对就是印化身 而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 而且呢 是每个众身 其实都本质具足的 那佛的法身呢 其实是周遍法界 因为佛能够视线 那个所谓的救度众身 而呢 成就众身嘛 所以众身呢 感应佛的法身 所以这个叫做法界身 而这种法界身呢 它的一个展现是 一身就是一切身 为什么呢 因为单单这个法身啊 就可以展现一切的身而来 所谓的教化众身 所以这个法界身就是一切的佛的 一个所谓的视线的 一个所谓的一切身 所以一身即是一切身 这个就是原教 非常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那底下呢 其实有几部的 就是经典 包括有论述 来做法界身的说明 法界身的说明 像我们的《观无量寿经》就有说嘛 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而这个法界身呢 可以入一切众身心想之中 所以众身怎么样 有感 佛就怎样 有印 所以这个就是佛呢 是法界身 它的一个所谓的殊胜 而教化众身的一个什么呢 不可思议 因为一身一切身啊 就是不管众身多还是少 只要众身能够感得佛的印的话 其实佛就会怎么样 就印化来救度众身 是这样 所以这个 那个所谓的功夫 是殊胜 在观金术就是智子大师 其实就有说到法界身呢 其实就是报佛的一个法性身 那众身心静的时候 那法身就自在 所以会 言呢 就是入众身心想中 这个算是对于 《观无量寿经》的这个解释 那什么是法界 这个法界呢 其实是 的解释呢 其实是有一点是来自于 散导大师往生论的说明 法界其实就是众身的心法 我觉得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啊 比较能够去知道 为什么如来的法界身可以入 一切众身的心想当中 那法界是众身的心法 那也很好去推理 不同的众身就有不同众身的法界 对不对 所以法界是众身的心法 而这个心呢 可以生诸法 所以叫做法界 我解释得非常非常的贴切嘛 而且也符合我们自己本身的理解 而今呢 此法界心 生万法的佛身 所以称佛身呢 就是法界身 也就是呢 法界所生的 这一个所谓的身啊 这个所谓的身体 这个身这样子 那这个呢 其实因往生论 就是散导大师的往生论 就是法界呢 其实就是众身的心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心不只生世间 还可以生初世间的诸法 所以不凡 就是不外 就是有始法界 所以心呢 其实就是法界 那主要是 看你的这个心 所生出来的 到底是哪一种法界的法 所以主宰者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我们自己本身去好好生起我们这个心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法界 有时候可以晚上每一次会 那个所谓的近个十分钟 看看我们这一天到底是生了几种法界 看地狱界比较多呢 还是恶鬼界比较多 还是佛界呢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检视自己 好好的去检视自己 所以我们看底下 因为法界可以生诸如来的一个向好之身 对不对 所以亦如色等能够生掩饰是一样的 所以公民佛生是法界之身 佛生是法界之身 所以这个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去理解 让我们去理解法界的 这一个所谓的词 法界的这个词 而必须要知道 这个法界在那个所谓的天台这边 会比较以十法界的这个法界 包括众生所生的心法 也是不外是这十法界 的这种法界来做一个理解 那华言会比较有华言比较着重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诠释 我会觉得天台会比较简单一些 会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在这边做一个所谓的理解的时候 其实就很好切入 好以上其实就是对于法界生的一个 所谓的就是就是解释 算是补充 算是补充 好底下我们来看 因以三伦度者 三伦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就是身口意三伦对不对 那么佛呢就会不是佛 就是菩萨 就是菩萨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分正佛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算是已经入圣的菩萨 能够八向成道 而且可以聚佛之威夷 聚佛之威夷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可以分破无名正德法身 所以聚佛威夷 那也必须跟同学说 这个菩萨也是一个重点 菩萨我等一下会做补充 就是那个有关那个到天台 到宋代过来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词 其实是变成是一个 比较重点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天台特有的 一个所谓的名相 聚佛威夷 以佛的音声方便而来度脱 更何况是九法界的一个三轮 所以初注上耳 更何况是等觉 你想想看 初注 刚刚从凡入圣的初注菩萨 他的所视线等能力 就可以用佛的身口意三轮 来视线教化终身 更何况呢 怎么样 九法界 他可以视线九法界的三轮 来降化众生 的这个能力更加不可思议 所以更何况初注这样 那一直上去初注 然后呢 实行实回向 然后实地 一直上去的等觉 哇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力 更加不可思议 所以 从初注到等觉就是什么呢 分正及佛 就是分正及佛 好就是这里 那我们看底下 底下 就是词的呢 就是果仁法则 就是已经怎么样 从因嘛 修因而入果了 那这个呢 就名为佛威夷 初注能为明之曰 聚 为什么叫聚 因为聚佛之威夷 聚佛的什么样呢 种种的一个所谓的功德善法 这个就是聚 等一下再做一个所谓的聚的一个补充 聚的一个补充 那我们看身口义 微义呢 是属身 因身属口 方便属义 因为我们用种种的一个方便教化众生嘛 用这个义轮呢 来释现种种的一个方便法跟全法 所以 因义呢 佛度 那么就现佛三 佛的什么呢 三轮 这个佛三就佛的三轮 佛呢 上能够是 那九戒怎么样 那一定不难啊 对不对 我们最高的十法戒的佛都能够实现的九法戒一定是 不是困难的 那出注上额 后卫呢 就不用说 后卫就不用说 然后破获转身 得用呢 就会转广 您也以心口可思议 就是我们呢 其实就没有办法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的运用 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思议的 良由呢 畏畏的一个始觉跟本觉 一合怎么样 俱忘 同学你看哦 这里的始觉跟本觉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一直谈到的都是本觉比较多 本觉也可以说是达到究竟的意思 什么是始觉呢 刚刚有跟同学说 一开始破无名的 那可叫做始觉 所以从初注开始 其实就入什么呢 始觉位的开始 所以一到初注 它的始觉跟本觉并不是分开的 一合其实就没有所谓的始觉跟本觉的分别 这个叫做一合俱忘 只不过 这个从初注开始一直到等觉的时候 它始觉的成分会怎么样 越来越深 程度会越来越高 然后呢 跟本觉其实就怎么样 越合怎么样 越多 所以一合俱忘 一直到等觉的时候啊 它就剩下那个始觉的成分 就剩下一点点 都已经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都已经跟大部分跟本觉合了 所以至时呢 体用高广若词 体用高广若词 这个就是始觉跟本觉的 这个部分 始觉跟本觉的这个部分 这个OK吗 剧忘的意思就是不再有始觉跟本觉两者的一个所谓的分别 这个叫做剧忘 剧忘就是没有所谓的那种两者分别的角色的一个所谓的执着的意思 忘是调我是本学 这个我是始觉 就是这个就是忘的意思 忘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一段的这个解释 这一段的这个解释 好 那刚刚有说嘛 这一段其实有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我们投影片上 我在剧这个字用比较不一样的字 有没有 在这边标示的这个字 那要跟同学所介绍的就是这个词 就是性据 就是性据 而这个性据呢 其实也可以叫做体据 也可以叫做理据 比较常看到的就是理据 理据 那这个理据呢 跟性据其实 就是常常会一并来讲 会一并来讲 那其实因为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做 那个研究会比较多 所以其实这个词呢 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没有读论点 大概不会碰到这个词 但是你一读到 有关宋代的论点啊 这个词就很重要 就是天台论点 天台论点 什么是天台论点 就是天台祖师所做的论著 像那个所谓的知理大师 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看 什么是性据 就是本觉之性 本觉之性 就是本觉之性 我们可以用白话讲 就是佛性的意思 那可不可以是如来藏 也可以 那因为众生具有佛性 具有如来藏 每个众生到成佛 这个佛性跟如来藏 是不增不减的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本觉之性呢 具菩萨界以下的九界的恶法 还有佛界的善法 换句话说 地狱的众生 具有什么呢 菩萨界以下的恶法 还有佛界的善法 地狱哦 乃至一场题 佛也是 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有没有矛盾 而且有没有怎么样 觉得很奇怪 我等一下还会再做解释 这个就是有关本觉之性 那天台所做的一个定义是如此 那其他包括华言啊 或者是其他为事啊 或者是三论等等的 他们呢 其实会讲性具善 而不会讲性具恶 只有天台会讲到性具恶 这是很特别的哦 很特别的一个观点 因为他们其实都会讲到佛是纯善的 没有恶 但是天台会讲到 有恶 那这个恶到底是要干嘛 这个我们就是要去了解的部分 因为呢 天台分之为别缘二教 以他中的一个集说 未尽性具 所以呢 叫做别教 其实还有一个别教的意思就是 他把性跟二做一个分别啦 所以这个别有他很特别的一个意思在 很深 很深的一个所谓的意思在 这个就是有关 不同于天台原教的他中 他中这样子 那我们看 就是观音玄迹 观音玄迹是在大师所做的 就是九戒呢 望佛皆明为恶 意思就是说除了佛以外 其他的九戒都是恶的 那此等诸恶呢 是不是什么呢 性本具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诸恶啊 是不是也是一样是性本具这样子 那那个 那个子一句字呢 就是回答 就是子一句字呢 就是明显精忠 有时候就是这个字呢 其实就会显示天台 这个宗 这个宗派他的一个所谓的特色 书胜处也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在这个地方 以呢 性聚与善 他是也是一样 知道啊 但是聚恶原了 他呢 皆莫测 就是其他人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去测量的 原了就是原因跟了因 就是聚恶原了 就是说原因跟了因 有性聚善 也有什么呢 性聚恶 有性善也有性恶的意思 有性善也有性恶 那在佛心印记呢 有说是知呢 金中性聚之功 功在性恶 这个都是在讲有关性恶 他的一个特色 他的一个特色 那治理大师就说 诸宗既不明性聚实戒 那么则无同断同物之意 这个就是有关性聚 在这里的一个诠释 这里的一个诠释 可能同学还抓不到重点 到底是在讲什么 我用这个表格 这个图表让同学看 我觉得应该还蛮容易去了解的 这个图表 其实我用佛跟产提 这个所谓的比较极端 的一个善跟恶 一般的人的认知 善跟恶来做一个说明 我想应该就会很容易去了解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嘛 就是性聚善恶啊 佛有性聚善也有性聚恶 而产提呢 有性聚善也有性聚恶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个 对差别到底是在哪边 差别是到底是在哪边 我们先来看 佛的性聚善就是 他注意性善 而且他可以通达性善 这个没有问题嘛 这个佛就是如此 那产提呢 产提他怎么会有性聚善 有的 他所断的 其实是修善 但是呢 他呢 是助于性善 也说那种所谓的佛性是本聚的 而这个佛性呢 是善的 是善的 而呢 重点是 他没有办法达到性善像佛那样子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因为他有性聚善 所以产提不可能永远都是恶 主要有远出现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有修善的可能性 而修善马上上去的时候啊 一直上去的时候 他就有达到什么呢 达到性善像佛一样 可以通达性善的这样子的一个究竟 这个就是产提 就是产提跟佛是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产提重点是 他有什么呢 性善 而呢 他所断的是修善 就是暂时他这个时候怎么样 一直在作恶 那个所谓的善法还未生起 所以一产提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认为说 他是一个断境所谓的善根的这样子的一个众生 大概是这样 但是不可能是永远 因为要知道缘起法 只要有那一个所谓的善缘的出现 他就有修善的可能性 那修善在不断的提升跟增长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什么呢 跟佛一样 就好像我们法华 今天不是有提到提佛达多 对不对 未来还是一样会成就佛道啊 所以这个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那听到这个同学不要怎么样 反正我们现在修善修恶没关系 千万不要这样 好不容易我们这样累世 才有赔到这样子的一点点善根跟福德 要抓紧机会马上修 要不然其实未来又不知道 要过多久的一个时间 才有办法再遇到善法跟佛法 这个是性聚善 这样可以知道吗 那重点是其实是性聚恶 就是有关佛为什么是性聚恶 那产底的性聚恶跟佛的性聚恶 到底是差在哪一边 佛为什么性聚恶 因为佛通达性恶 所以佛的这种性聚恶 他对于恶可以怎么样 是自在的 而且他不会被恶所去怎么样 去染污跟束缚 那佛的这个性聚恶到底是要干嘛 性聚恶没有错就是要度众生 因为他修恶不得其啊 所以佛永远不可能会修恶 所以佛所断的是修恶 所聚的是性恶 可以 那产底呢 产底他的一个住性恶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跟佛不一样 佛通达性恶 所以不会被恶所束缚 但是产底没有通达性恶 他住的是修恶 所以他永远被这个恶怎么样 所束缚跟所 那个所谓的污浊跟污染 这样子 这个就是有关产底跟佛的差别是在这里 我归结啦 归结这一个图表 重点是在这个达这个字 通达啦 就是有没有达到 有没有通达 其实就是在那个辨别佛跟产底的差别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达字 不是在什么呢 不是在断字 这个就是有关我们原教法 对于性恶 他的一个所谓的很重点 很重点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跟主张 所以呢 那个谜跟物的差别 是在什么呢 达跟不达 不是在断跟不断 不是在断跟不断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这个以上呢 其实就是有关我们 那个分正级的一个所谓的内容 而重点呢 其实就是这一些 重点就是这一些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知道的 一个一个其实都是还蛮那个 就是有关天台的一个所谓的 比较核心的一个概念 让同学去知道 让同学去知道 所以那个内容虽然是 好像进度不是很多 进度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每一个内容呢 其实都还蛮核心跟重要的 那没有关系 其实一个一次一次 其实都会进入到我们 有关比较宋代的这个天台的一个重点 所以同学其实就是可以慢慢来 慢慢一步一步来去 所谓的解读跟理解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收获的 应该都会有收获的 好底下就是我们要进入究竞集的部分 进入究竞集的部分 那进入究竞集的一个之前呢 我想就跟同学来介绍一个典故啦 而这个典故其实就是佛呢 我说释迦佛 在那个所谓的一生说法49年当中 最后度的一个弟子的一个典故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典故 就是佛陀一生当中最后度的一个弟子 叫做须拔陀罗 那有同学应该是知道的 那没关系啦 我觉得就是让同学 就是稍微再回顾一下也没有关系 就是佛陀呢 其实在那个所谓的最后嘛 他因为吃了就是有关毒的 这样子的一个菇的时候 后来毒发作 所以后来其实他是在等着涅槃 对不对 等着涅槃 这时候呢其实在他的一个附近 其实有一条河是须拔 那个所谓的阿纳巴达多的一个水池边 其实有一个仙人啦 这个仙人其实就是 修那个所谓的神通的仙人 修道人 他叫须拔陀罗 而呢他其实 我觉得印度那种所谓的修仙的很多 包括外道也很多 其实基本上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种所谓的修外道的人 都有基本上的定地 而这个仙人呢 他已经活到120岁 活到120岁 那他呢 其实已经修道有五神通 就是少了漏镜通啦 少了漏镜通 所以呢 他呢修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神通 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他可以飞天 可以遁地 可以变大 可以变小 所以这种神通变化 以我们来看 哇太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跟佛陀的一个正觉正物相比 其实是天污地别之差 因为毕竟没有办法去了脱生死 有一天呢 这个须拔陀罗梵志 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梦 而梦中呢 其实是什么呢 非常不吉祥的 为什么 因为他梦中 其实就是恐怖黑暗的一个景象 而且呢 所有的人失去双眼 而且呢 在黑暗中怎么样 裸形而立 有没有 然后太阳跺下来 而且在地上怎么样 破开了 而且各个大海水都已经干枯掉 包括四周怎么样 起得很猛烈的 这样子刺骨的寒风 还有须弥山怎么样 也被怎么样 破散掉 推散掉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做了这个噩梦 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惊恐 而且怎么样 那个所谓的冷汗怎么样 那个层层啊 他以为他怎么样 时期已经快要到了 因为毕竟 已经年龄那么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想说 可能我的寿命 已经快要到了这样子 所以才有 那个所谓的五衰献前 但是这个时候 一个天人知道 这个泛是心中的忧虑 所以他就跟他讲 说你不要惊慌 其实这个梦境其实是 一代圣者佛陀将要入无于涅槃的一个预兆 跟你的寿命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佛陀是彻底觉悟的这个圣人 可以让众生出离生死之苦 对不对 所以获得安稳快乐 所以这个须拔陀罗一听到 大爵士尊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佛陀要入灭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征兆的时候 他马上起身 去要去见佛陀 那这时候其实阿难是在 阿难 阿难在临终经行 然后他就请求阿难 他想要听佛陀说法 那阿难就跟他讲说 佛陀色身已经很疲弱了 不适合接受请法 所以很抱歉我不能够放你进去这样子 但是那个征兆陀罗不死心 请了三次 那阿难当然是不要 因为佛陀因为太虚弱了 太虚弱了 那在那个佛陀所 那个就是躺卧的那个森林的深处 听到他们的对话 然后就派人传话给阿难说 你让征兆陀罗过来吧 他是我这一辈子此事 要度化的最后一个弟子 所以你要让他 就是请他过来 然后我为他宣说法药这样子 于是这个征兆陀罗 其实就过去 然后就心想 就是说 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 犯事嘛对不对 那个就是 精苦的修行一辈子 对不对 为什么只有释迦佛 就是取坛他能够得到 为什么 所以他就问了佛陀这个问题 那佛陀就跟他讲 就是说 那个 我呢 十九岁就出家 然后请求佛道 然后呢 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佛道了 而六师外道不可以成就佛道的原因 是因为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没有少分制 一点点智慧都没有 更何况是一切智 所以其实真正 其实在修学佛法的一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要立行八真道 就是正见正思维 有没有 正与正业正命 正经经正念跟正定 所以依着这一个 八种正确的真理而修行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怎么样 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正道 而呢 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正道 可以从我的弟子 有的人正出果 二果 乃至三果四果 然后呢 其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可以做一个证明 而呢 不同其他外道 你看哦 修行的一辈子 连一个正果的都没有 所以佛陀的这个说法 像狮子吼一样 正破那一个所谓的 虚拔陀罗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仙人 当下呢 其实虚拔陀罗心开意解 那个烦恼尽除 即怎么样 正得阿罗汉果 那个同学可能不知道 虚拔陀罗当下正得阿罗汉果 当下入灭 当下入灭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 就是佛陀最后圣地子 的一个所谓的 涅槃前接受教化 真的阿罗汉果 而且他比佛陀还要早一步入灭的这个典故 早一步入灭的典故 那其实也跟我们讲了 其实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啊 那个具备正知见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重要性 不管说是修学 小圣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大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行 这个都要依什么呢 佛陀的教法而行 端正我们的身口义三叶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得到法的利益 真正能够得到法的利益 好先到这里 那个究竟集 我们下节课再来 那个往下进行 同学休息一下 哇我们终于要来到我们六集当中的究竟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究竟集 其实结束之后呢 我们对于 佛说观无量寿经的第一个字最重要的这个字呢 其实就已经做一个结束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究竟集的内容 究竟佛者 就是道穷 然后呢 妙诀 这个穷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究竟的意思 道可以达到究竟 然后妙诀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书圣 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为呢 急于茶 这个茶有时候经典当中会出现图 所以这两个字我会觉得有时候是可以互相做理解 然后呢 这个是有关那个四十二字当中的最后一个字 等一下会稍微跟同学 拿做一点点的一个解释 故呢为佛与佛 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也就是说只有佛跟佛才能够怎么样 彼此知道最究竟的诸法实相 边际致满 总觉顿元 就是达到什么呢 最圆满最究竟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跟觉悟 无上逝者就是无所断 无上逝者更无过者 就是有两个意思 就是无所断 以及呢 没有比 怎么样 这个机会更高了 这个叫无上逝 而底下就是举例 举什么呢 日月的例子 就是月亮 十五日的这样子的一个月亮 圆满巨竹众心中亡 最上最深的 威德特尊 这个呢 名为就近佛的意思 这个是有关就近己的一个内容 那尖显佛德 然后说明无尽 佛呢 有无量之德 那么就应该有无量之号 举一避诸 华言有万号 又呢 经典当中有万号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佛呢 其实他的名称有很多 然后这个万 其实也是一样是什么呢 是一个例子而已 就是那个名称有无数 有无数 而这个无数呢 出现在各个经典当中 像华言经就有万号 那其他的经典也是一样是有万号 三世诸佛通呢 其实就有十号 那十号我们其实 上个礼拜有跟同学介绍 那这个就是如来应供正片之等等 那在静明经呢 其实有三号 就是有三个佛的名称 这个等一下其实会看到 乙呢 结受说不能定境 何况呢 诸佛号呢 结受说就是说 你说了一节的寿命 你佛的名称还是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说完 所以这个呢 何况是佛的一个所谓的诸号呢 这个就是显什么呢 佛的德是什么呢 无可限量的意思 因为佛的名称 跟佛的德是有关系的 每一个名称都代表 说明佛的一个功德 佛的一个德 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意思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底下 这句话 那这句话呢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 就是有关究竟佛 对不对 究竟佛 那这边其实要稍微跟同学 所介绍的是无上事 因为那个 我们那个所解释的这个内容 没有把无上事的这一个词 做一个解释 那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之前有跟同学 稍微提到过 无上事呢 就是没有什么呢 比他还要更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人中最盛 无有过之者 所以叫做无上事 此外呢 在像大制度论啊 还有涅槃经 以及金颖大师的大圣义章 大概都有稍微介绍 无上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一个词 它的一个意思有哪些 那大制度论有说 这个无上呢 其实是什么呢 涅槃法是无上的 而这个无上佛字之之 如诸法当中涅槃无上 众生当中呢 也是一样是无上 所以这个无上呢 其实不只是人 这个其实是法 因为涅槃法 什么呢 是书胜 这个书胜呢 是没有比涅槃法 还要更高 是从法这个地方来谈的 来做一个解释 所以这个无上是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 有所断是有上事 无所断就是无上事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那个智者大师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解释 无上事者 明无所断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关 第一个解释 这个是从涅槃经而来的 其实智者大师 其实有引很多种经典 像大制度论跟涅槃经 是常常被引用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做 来做一个经典的 依据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其实就很快 就很快 另外涅槃经有说 如来者明无上事 以批语来说 人身的头是最无上的 没有比头还要更高 对不对 不是其他的知守族等等 佛也是一样是最尊贵的 最为尊上 而不是佛跟 不是法跟僧 这是有关 涅槃经的另外的一个说明 在大圣一章有说 是是人的别称 人中是最深的 余不能加 所以叫做无上事 无上事 所以对于后面的这一句 我想应该就解决了 对不对 是让同学知道无上事 它的一个 算是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对于法的了解 第二个是对于人的 一个所谓的了解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边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课本 就是对于等觉的说明 等觉的说明 那什么是等觉 等觉我们同学都已经知道 那个菩萨修行结尾 对不对 等觉上面就是妙觉 对 所以等觉呢 其实就是菩萨修行的 什么呢 最后阶段 是菩萨嘛 因为为什么是最后阶段 因为在上去就是佛了 在上去就是佛 所以等觉呢 以名满足方便地 就是满足什么呢 满足那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方便教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范围 所以菩萨就近地 始觉道穷 本觉礼吉 所以始觉道穷 就是始觉达到什么呢 最就近 穷就是就近嘛 对不对 那本觉呢 可以达到那一个 所谓的也是一样是极致 所以本始既敏 无以明焉 所以这个时候 本跟始同时敏除 意思就是说 没有本跟始的分别 那因为没有办法 有一个名称 可以来说明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印一定要说的话 其实就是妙觉 所以这个觉怎么样 是很舒妙的 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说明 那么就用妙这一个字 所以可以看到 智大师对于妙这个字 很喜欢用 对不对 像妙法莲华经的妙字 就谈了90天 所以这个叫做妙觉 这个叫妙觉 好底下就是有关大品42字 自制互聚诸字的功德 那男裕 男裕指的是谁呢 对 惠斯大师 惠斯大师 惠斯大师呢 用元顿教当中的42位 来做一个所谓的说明 而这42位呢 其实用所谓的42字 就是大品波罗经当中的42字 来做一个对称 所以同学可以看这个图 我想应该会比较清楚 是文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用图来表现的话 我会觉得更加清楚 就是初字是阿对不对 然后中间有40个字 40个字我想就不用再列 那最后一个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查 查呢就是对于妙觉 而中间呢 是从初入以后一直到等觉 然后最后一个是妙觉 断德就定名叫大涅槃 而智德就定名叫大菩提 也就是说 其实在妙觉的时候 智德断德同时具足 妙觉其实就是大涅槃 也是大菩提 也是大菩提 这个我想应该就很好 而且很清楚可以了解 很清楚可以了解 可以吗 这个箭头其实就是 因为初注码要往上提升 所以这个箭头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再看底下 底下呢是举例 举例什么呢 举例月亮 所以这个是15日 就是有关农历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历 农历15日那一天的月亮 是圆满具足的 圆满具足的 众心中亡最上最深的 威德特尊世民就近佛的乙次 那这边呢的一个解释 如实下 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 曰玉来称探 所以这个玉呢 是月亮的比玉 那用笔大金的月爱之玉 所以可以看到 智耳大师的这一句话 他用的这个比玉 还是一样是来自于涅槃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涅槃金呢 其实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做说明的 而呢在那个所谓的庙中超 其实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详细的对照 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 就是15日的这个月亮啊 的这15天 也就是上旬啊 上旬 因为有分上旬跟下旬嘛 对不对 这个上旬的初三天 其实他所对照的是 十住十行跟十回 像30个阶位 然后呢 从初四到十三啊 所对照的是十地 我觉得后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月亮 他到初三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 那一个所谓的 更加的一个所谓的明亮 这样子才会比较清楚啦 所以初四到十三呢 对的是十地 而呢初四 十四呢对的是等绝 十五日对的是庙绝 所以这边是和田三十开后十地 开后十地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支礼大师的庙中超 比较详细上旬十五天所对照着 四十二阶位的说明 我想做补充啦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 那这里其实我会觉得就是 那个地贤大师所没有放进来的部分 我就把它放进来 我没有把庙中超全部放进来 因为庙中超其实还是一样讲的 还是一样是非常非常的精详 我想说不要让同学太过困扰 所以还是一样是摘 需要的把它放进来让同学去知道 好可以的话我们就往下 就是有关佛的德号的这个部分 那佛的德号的这里呢 就是佛有下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还是一样是前面这两个字 以利诸号明呢不亦说 就是有那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号 不容易说可以自己去翻那个所谓的华严经 那主要是静明经讲的就是简单三号 就是有关佛的正片之如来跟佛 用这三个佛号来做一个什么呢 来做一个总瓜 来做一个总瓜 所以大千得众生皆如安安多文第一 以劫之受说不尽 这个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呢 说明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德 跟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号呢 是说不尽的 是说不尽的 好到这里呢 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 完整的一个就是读完 就是算是那个到这里算是一个结束 算是一个结束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字 说对不对 佛说观无量说经的说字 这个说字其实我必须还是稍微 就是有上过我们法华悬议的同学 我可以稍微做一个回顾 就是我们其实在讲到 十庙当中的说法庙的时候 我觉得跟这边有点那一个所谓的雷同 就是内容上有一点点相似 所以如果说有上过法华悬议的同学 再来看这边我会觉得有相似感 会熟悉感 因为毕竟已经是读过 那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那更好 刚好是可以借这一个说字呢 来做一个所谓的了解 就是有关佛说法的内容 说法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是说字 这个这个字 说呢就是月所怀 月所怀就是心里怎么样怀着所谓的喜悦 那一个所谓的喜悦 那个月所怀就是心里怀着喜悦 或者是以喜悦来说法 让什么呢众生听了之后会产生欢喜的意思 即呢就是有关佛的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 那八万法杖六度四等一切的法门 这个的一个所谓的六度四等等相会做解释 那包括十二部经也是 这个都会做补充说明 于呢一法中做四门的分别 于一门呢巧作四希坦的利益 四门的分别呢 其实就是有四教四门 四门就是有无亦有一无跟非有非无门 而呢每一门呢其实又有四希坦的利益 就是世界为人对质跟第一意 我想这个同学都已经非常清楚 那听的会欢喜 占用受刑世界境念 而得怎么样呢开发 世界境念其实就是有关六度 有布施持戒忍入精进 禅定那个智慧等等的这一个所谓的善法 还有贪嗔痴 贪灰鱼痴 霍耳冰消 然后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修炼过程之后呢 可以格返成圣 之后呢入法流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度化众生 有的众生呢对于四希坦的利益当中 有的得一亿 有的得两亿 有的得三亿 有的什么呢 连一个利益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就是漠然 是漠然 若一击扩胜于呢一门失四亿者 于三门也是一样是如此 就是一个众生 跟佛相应敢佛说法的时候呢 佛就会为那个众生施四种利益 为一言说一法即耳 诸元说法也是一样 诸元诸法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说字 这一个所谓的智者大师的一个注释 诸者大师的注释 那在这边这个注释当中 其实我要稍微跟同学做那个所谓的 那个解释的一个内容是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 因为我知道同学有一些同学 其实并没有读那个法华悬疑 我说在座的有几个同学 那有读过的也没关系 就是对于我们十二部经呢 其实再一次得来做一个所谓的讯息 就是要知道十二部经 不是十二部头的经典 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是十二部经是什么呢 指的是 对 经典的内涵 经典的内涵 就是单单啊 其实有很多内容 从法华经就可以看到 那个所谓的这十二部经当中的 一个所谓的很多项 很多项 那经典的内涵 就是有关佛说经典 有没有 它一个经文当中的一个内容 它有各个不同的分类 各个不同的分类 所以不要看到这一个步字呢 就说就是十二部的经典 不是这样 三藏十二部经怎么可能只有十二部经典 有没有 这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总而言之 三藏十二部经呢 统瓜就是经律论 经律论 那经典是佛所说的 或者是佛所印证的 因为有些是菩萨所说的嘛 对不对 律典 一定是佛所说的 律典啦 所以其实 那个我们在考证佛所说的法的时候 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律典 包括那个有关律典当中所出现的故事 其实都是活生生的 就是有关佛跟僧团当中 那个出现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场景 这样子 而论典呢 其实就是 有大部分是佛的弟子 或者是圣弟子们 所做的一个所谓的注释 跟所谓的论议 跟所谓的论议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知道之后呢 我们来看有关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呢 其实又有几个词 就十二分教 或者是十二分经 那这样子的话 同学就可以知道 有关那个十二部经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不同的一个所谓的词的出现 那我们一一来看哦 因为这十二部经呢 算是那个所谓的 比较原始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对经 佛说的这个经 绿论的一个所谓的分类说明 所以除了十二部经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九部啦 这个是更早 更早的一个分类 而呢这十二部呢 它有梵文的词 梵文的词 而梵文的词翻成中文 其实就是刮斧的后面这个 像气经呢 其实就是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梵音 梵音 sutra sutra 这个就是有关 后面的这个梵文的词 那总之我们来看中文就可以 第一个是气经 我们其实用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有学过的法华经做指标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很知道 这十二部经它所对应的 法华经其实出现在哪些出现的内容 经典内容 所对应的是十二部经的什么 第一个气经 气经就是长行 就是我们其实在法华经看到嘛 对不对 除了祭颂以外的那个所谓的句子有没有 这个就是长行其实就是气经 就是后面其实就是像散文很像散文 直接记载佛陀的一个教说 那就是一般所说的这个经 那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的一个经典 不管说是金刚经阿弥陀经 这个都是属于长行 那就是有类似于像散文 而且记载佛的一个所谓的说法的教说 这个就是第一种 最后很容易理解对不对 第二种是应诵 这个是跟气经相应 他另外的一个词叫做重诵 这个重诵我们在读法华经的时候 其实很怎么样很常出现 就是佛陀怎样讲了一大段内容之后 再重新 对重复用寄诵的方式 把他阐释所所说的教法 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 第三种是纪别就是受寄 也是一样在法华经有没有看到 有 摄利佛摩佛加瑟 须菩提 木见脸等等的 这个就是有关受寄 奉送 又叫做姑祈 这个在法华经有出现 就是说他跟重诵 刚好是两种类别 都是用寄送的方式出现 但是他怎么样 他没有重复经文的内容 而是怎么样 单独个别出现 单独个别出现 这个在我们金刚经有有出现 对不对 什么如墨亦如 如肉亦如殿 因作如是观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幽陀那 就是自说 无闻自说 很典型 法华经有没有 有 有没有 那时候其实摄利佛还没有问 佛陀就自己先说 没有诸法实相的这个法 是怎么样 唯佛与佛可以才可以知道的 还有 佛说阿弥陀佛经 就是无闻自说 因缘 就是佛说法教化的因缘 像诸经的续品一样 就是一开始 佛说法教化的这个因缘 那批域呢 就是以批域来宣说法义 也是一样法华经出现 七批域有没有 让我们可以更加容易的去理解佛的教法 本事就是记载佛呢 弟子们过去式的因缘 跟本身高尔斯相对应 本身说的是佛陀 过去生修行的种种大悲行 这个是本身 方广呢 是比较属于大圣的 就是广大圣奥的教义 而呢 西法的另外一个词 又叫做未曾有 未曾有 就未曾有法 就是记载佛陀跟诸弟子们 比较稀有之事 还有佛呢 献种种神力不可思议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这个是未曾有法 论意呢就是记载佛的一个论意 而这个论意呢 可以抉择诸法的一个所谓的体性啊 还有他的一个所谓的真正意涵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论意性质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个是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 稍微让同学做一个所谓的了解 所以这个十二部经呢 其实有一个记送 其实比较容易记就是 长行重送并收记 有没有 这一记就说了三个 对不对 姑且无问而自说 说了两个 因缘批育还有本事 三个 本身方广还有未曾有 三个 所以加起来十二个 加起来十二个 其实就是有这样论 没有 还有后面一个论意 共乘十二 共乘十二部 这个就是有关十二部经 这个是有关十二部经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去了解的部分 可以去了解的部分 既然讲到佛的说法 讲到佛的说法 其实要跟同学讲一个典故 讲一个典故就是有关 有关 我觉得还是一样是跟我们修行 有一点点关系 跟我们修行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有关在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句的 一个批育经当中 所出现一个典故叫做 梵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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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为其实在讲到佛说 阿弥陀卿的这个说字 跟佛的教化有关 跟佛的教化有关系 跟佛的教法也有关系 所以呢 我举的这个典故呢 其实是跟佛教化外道弟子 有关系的一个典故 所以叫做梵制品 而这个梵制指的是当时 其实佛刚成到不久 的这一个所谓的 在山中修行的 有五百多个人的一个梵制 那个时候呢 就是有关 这五百多个梵制呢 其实是在山中修行 而且有达到一个程度 有达到一个程度 然后呢 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所得到的是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觉悟 所以那时候 其实大家争相修行 要达到的是真正的一个真理 就是涅槃 就是涅槃 所以那时候呢 佛刚刚成就佛道嘛 对不对 而呢 刚成就佛道还不是 特别特别的有名啊 所以这些梵制呢 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风声 但是呢 他们会觉得 我们修行的是对的 不一定要去亲近佛陀 所以呢 他们其实就没有去亲近佛陀 也不去问法 也不去问法 但是因为过去 有他们的一个福德累积嘛 所以佛陀自然怎么样 觉得 应该他们度化的时机 时机到了 所以佛陀呢 就前往教化他们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 前往是自己一个 没有其他的弟子跟随 那来到路口的时候呢 佛陀故意 身呢 其实就是入于定当中 也就是入于三昧当中 入于三昧当中 然后这时候呢 身放光明 而呢 他的身放光明 在山中啊 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湿火一样 所以那种湿火呢 其实就很像山中 有没有 所有的树木 全部都着火了这样子 所以这五百多个泛制 就很很害怕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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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他们其实有修 那个所谓的神通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咒语 怎么样 去让咒语 变出水来 要灭这个火 那他们使用全部的神力啊 要灭这个火 那还是一样 是没有办法去灭除 所以他们就赶快怎么样 奔出山 奔出山里面 就赶快逃跑了这样子 结果他们从山里面 跑出来的时候啊 在路上 就远远的看到世尊 坐在那个地方坐禅 所以这个坐禅呢 看到世尊的安然 以及寂静呢 而且明亮 很像太阳出来一般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光彩夺目 所以呢 他们以为说 是不是有什么神仙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跑去看 所以就跑去看 然后呢 佛就命令他们啊 你们就坐下来这样子 那这些梵子呢 就跟佛陀说 他说 我们其实来到这个山中修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忽然啊 火呢 就是这样子起来 然后把山啊 的这样子的一个树木全部都烧了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 其实我们就赶快从山里面跑出来 这样子 那佛呢 就跟梵子讲说 这个火 是福火 什么是福火 福就是福德的福 福德的福 这种福火 是不会损伤人的 那这个福火要干嘛 这个福火主要是要灭你们的贪嗔痴的烦恼 然后这个 这些梵子 就是听到 就说 你是什么道士啊 那96种外道都还没有像你这个样子 于是他们师徒之间窃窃私语 然后就猜 他应该就是 就是传说的 就是那个有丰生听到的 那个所谓的西达多太子成就佛道 的这一个佛陀 于是呢 其实佛陀就为他们怎么样 开示 为他们开示 然后呢 他们呢 这些梵子就问佛陀啊 他说我们是秉持着 那个所谓的四五哀经 是他们印度相传的那个四五哀经 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所以我们修法呢 其实我们懂天文地理 而且我们懂 王有没有 统治国家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样子我们修持的这一部经 是不是涅槃法 希望佛陀能够为他们开示 然后佛陀就跟这个梵子讲说 我呢 从过去世以来 无数节都是修这一部经 而且我修这部经可以修到 我可以展现五神通 我可以移山 把山怎么样移开 而且可以把怎么样 河水截断 而且呢 历更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绅士 这个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涅槃 没有办法达到涅槃 所以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行持呢 不是真的叫做梵子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不是一个清净修行啊 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 不是真正的修行 于是呢 世尊就用一个记呢 就是跟他们讲 这个记才是我真正要分享给同学的 什么是真正的梵子 而这个梵子呢 其实可以把它解读为就是 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 或许对同学而言 要不要修行的这么专业 同学可以参考 就是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参考 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那这个呢 其实我就试着用白话跟同学做一个解读 节流如度 无欲如犯 知行已尽 就是世未泛制 有时候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呢 其实是要怎么样呢 要断节 什么呢 生命烦恼之流 节流如度 而且呢 内心是无欲无求的 而且我们的身口医要三页清净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什么呢 以无二法 清净度冤 然后呢 诸欲解节 就破除我法二子 而且要什么样呢 心如虚空一般的 无染无浊 而且我们的欲望烦恼 才可以达到解脱 才可以达到解脱 这个都是那种所谓的无违法的一个清净法 我觉得看了之后 其实多看几次还是一样是对自己还蛮有帮助的 第三种其实就是什么呢 非触解法名为泛制 诚行法行清白则贤 然后呢 试法无会诗草衣和诗 草衣呢 其实就是隐士或者是那个隐者的意思 内部离着外舍合意 也就是说 其实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以他们而言 舍离虚法衣士的号要 而且呢 要有诚心正义 要如法修行 也说其实在修行 其实还要怎么样 要发起内心的前进之心 前程恭敬之心 真的是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所谓的下手跟修持 下手跟修持 去淫怒痴 焦慢诸恶 如呢 蛇脱皮 世卫呢 泛制 也说其实还是要怎么样 要真正下功夫 而且呢 要真正怎么样 相符我们的恶业烦恼 如呢 蛇要脱皮 然后重生的意思 所以修行还是要怎样 要勇敢 勇敢怎么样 面对我们的烦恼 其实面对是第一步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面对生死 也是一样是第一步 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去怎么样 着手去处理 这个是面对 所以要勇敢 要勇敢 断绝世事 口无出言 八道审地 这个呢 是为泛制 有时候其实 那一个所谓的修行 还是要有一些些什么呢 除了勇敢要精进 所以这个要断绝世事 而且口呢 不要有粗恶言 要慈悲柔软 而且要常常修持八种圣道 就是八正道的意思 八正道的意思 底下 以断恩爱 离家无欲 爱着以尽 就是远离的是 恩爱还有成缘 心不执着 还有无欲无瘫 这个是针对那个出家的 就是 其实除了此外 其实要跟我们同学讲的是 要做一个所谓的 亲近的修行人 这个讲的就是亲近 而这个亲近我们是可以学的 不管说是在家或者是出家 那在内心保持亲近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功课 这个就是有关亲近的修行法 底下是离诸俱处 不多天俱 然后呢 诸俱不归 事为犯志 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呢 要能够独处念道 而且不乐于群聚的一个窥闹 有时候其实不要怕孤独啦 因为我们独自一个 其实有独自一个人修行的亲近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呢 可以感得修行的法喜之乐 所以当我们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能够享受这个法喜的这样子 其实就是名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 自是宿命 本所更来生死得尽 可以锐通道玄 名额如能黑 世卫泛智 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可以达到什么呢 可以达到神通 有宿命通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禁除生死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轮转 然后可以清清光明 然后可以发起神通 妙用无穷 这个就是有关可以有智慧的一个所谓的修行 为什么会有一个声音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嘛 还OK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行 所以梵子听到佛陀为他们说法的时候 其实当下其实就皈依佛陀 而成为佛陀的弟子 那不久之后呢 其实他们就怎么样 成就阿罗汉果 成就阿罗汉果 其实这个呢 其实就是佛陀 就是说法 度化丛生算是第一波 算是第一波 其实算是一个海满 就是很快可以让佛陀度化的这个弟子们 佛陀弟子们 那同学说啊 这个好像是跟我们呢 在家人好像没有很大的关联 那没关系 我呢 其实还有准备一个佛陀为再加重说法 可以获得利益的这样子的一个典故 那这个典故 我觉得对同学而言应该会有一点点帮助 我会觉得法 其实能够真正吸纳进来之后 而能够那个所谓的 那个融入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内心啊 可以得到真正的法意 可以得到真正的法意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为同学所准备的第二个典故 就是佛所说的八法 就是有一个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叫佛仪 佛仪 佛仪呢 其实在这边所出现的叫做摩纳 摩纳 那这个呢 这个人呢 其实那个 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社会国 奇数己孤独猿 这个地方呢 其实 那个佛陀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婆罗门呢 其实就来找佛陀这样子 所以他来找佛陀 是要跟佛陀请法的 佛陀请法的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些 其实我都很感谢这些 就是当时能够为我们怎么样 请法的弟子们 不管说是出家或者是在家 因为有他们啊 我们才有法可以怎么样流传 乃至可以受益 就是到这边我们可以去学习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佛陀共进请法 说在家人如何能够得到现世 获得利益跟安乐 就是这四法 他说在家居士呢 有四个法宝 在现世的时候 就可以随心满怨 可以得到利益 而同学不要小看 这个法真的是宝 就是我们能够去实行去支持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得到法的利益在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哪四个呢 第一个就是能精勤 守护诸根得善知识 还有呢正理养命 其实底下还有很多那个所谓的内容 我没有列 我想说用所谓的标志的一个方式 让同学去知道认识会比较快 才不会觉得太繁琐这样子 第一个什么是能够精勤呢 精勤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不断的去做事情 不是啦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家居士 其实所从事的是各个行业的工作嘛 对不对 我相信同学都是 同学都是 我们其实在从事各个行业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什么呢 尽尽业业持守本分 然后呢坚守岗业 而且呢尽忠职守 然后呢不要有什么呢 偷懒懈怠之心 因为有的人其实会很容易去怎么样呢 会很容易去计较 然后呢会看到有利益的 其实就会去偷取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会怎么样 会有那种所谓的类似于像偷鸡摸狗啊 有没有 那个所谓的 这个时候刚刚好我可以去利用这个时间 然后可以变成我自己本身休息的时间 那这个呢其实就不是金勤的意涵 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性有关系 这个就是金勤 这个就是金勤 那再说一次就是 不管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市农工商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要能够谨守本分 静静业业的坚守岗业 尽忠职守 而且呢没有懈怠之心 这个就是能够金勤 第二个是守护诸根 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居市 其实要那个从事正当的一个所谓的生计嘛 对不对 而这个生计是正当的之外 要能够不违反法令 而且要公平正义的 所以有关那个损人利己的啊 的这一个所谓的事情 其实就怎么样 就要很小心 尤其是从事所谓的商业的行为的时候 那因为商人商人嘛 对不对 有各种不同的商人 所以在这里有学法的 跟没有学佛的 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你从事的每一个可以 就是赚钱的机会的当中啊 这个时候你到底是有多少是合乎 我们真正佛法的标准 在这里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所谓的检验 所以就是要懂得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就是守护诸根 然后呢一生呢要律己 然后呢就是言以律己 然后呢谨守执持 持守 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去积功累得 所以这个叫做守护诸根 守护我们的一个善根 守护的守护我们的善根 其实那种所谓的 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福德啊 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培养 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把眼光放远 跟放大你知道 就是不要执着这一世的荣华富贵 跟名利地位 那个福德所积累的啊 是世事的 好不容易我们这一世 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那种 所谓的积累功德的机会呢 所以那个会损害我们福德的 就千万不要做 千万不要做 这是第二个 守护诸根 第三个呢是得善知识 舍善知识 所以那个择有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就是你怎么样的人 就亲近怎么样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啊 我们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呢 五戒啊 不杀到邪引妄语 那个托盗 的这样子的标准的一个基本 那知道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会去筛选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做我们 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那个一起修学的 佛法的啊 像我们班的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道友对不对 这个就要好好的去怎么样把握 彼此其实联系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为法 为了道 为了修行在这个地方做 彼此的切磋琢磨 我们其实都会 那个所谓的真上 所谓的真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无形之中 我们的烦恼就会淡薄 我们修善的心 就会怎么样提升 然后日日呢 在喜乐当中可以增长 这个就是人生当中 不可或缺的善之士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每一个团体 尤其是佛教团体 能够很好 好好的去运用那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善的因缘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情 好 这个是第三个得善之士 第四个呢 是正理养命 正理养命 其实就是不要 重情享乐的意思 无所节制啊 而且这样子 会很容易去折损福德 折损福德 我想这个应该是 同学是应该是 非常非常可以知道的 非常非常可以知道的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很容易去做一个什么 游乐有没有 通宵达旦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事情 这个其实就还满会想 那个所谓的 耗尽自己本身生命的本钱 这个如果同学有 那个所谓的 亲近的人是这样的话 不凡可以去 那个所谓的劝告他们 好好的珍惜自己本身 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以及体力这样子 好这个是有关四种 另外这一个所谓的摩纳 然后就问 那修和等法令在家人 可以献受其利 后世得福呢 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是 现在这一辈子 就可以获得利益 不用讲 刚刚这四个绝对是可以 那后面这四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这辈子可以受的利益 可以累积到 后面这一辈子 也可以获得利益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通贯后面 所以佛就告诉摩纳 有四种法可以获得福报 哪四种呢 信戒 诗还有文跟慧 信戒 诗跟文还有慧 这个其实我想那个同学 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认知 基础认知 基础认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是这四个 第一个是信戒 就是有关什么呢 慈戒的这一个部分 那很基本的就是从什么呢 杀心慈心开始 杀到隐忘久 对不对 从这里开始来做一个所谓的深入 五界 十界 八界 乃至那个所谓的 幽婆色 幽婆色界 等等的 然后呢 第二个是布施 布施 就是能够做一个所谓的供养修行人 自己的父母师长 还有呢 救护贫穷困苦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布施 医药啊等等的一个需要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施与 陪斧的方式 底下呢 就是具足文跟会 可以一并来谈 就是要如实观察 苦己灭道的一个道理 除此之外 就是有关我们所修学佛法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然后去做一个思维跟观修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智慧 提升我们的这一个智慧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关这 这那个所谓的四种 这四种 所以这一句祭呢 其实就是佛陀跟佛籍 就是这个摩纳呢 所说的这一句祭 来劝勉这八法的这个利益 那同学可以看到 有四个四个 精心修事业 然后呢 请守护诸根 让他不失 然后情敬善友 还有能够正理养命 还有什么呢 细界诗文会能够断除我们的奸摊啊 如果我们能做这样子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获得清净之道 而且啊 这八法可以得到现世的利益 在未来世呢 也可以得呢 那个所谓的得生天上 可以受得天之乐 受得天之乐 这是有关我们居士 在家人得现世报 获得利益 乃至后世 可以得福的这八法 我觉得还蛮可以怎么样 蛮可以去了解的 蛮可以去了解跟去做的 跟去做的 好就是跟同学分享这个 在讲到说法的这个部分呢 让同学稍微可以知道佛说法的两个典故 两个典故 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我们的内容 进入我们的内容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来讲说这个字 说这个字 那同学休息一下 好那我们紧接着再来看说这个字 的这样子的一个注释 说者月所怀 这个是那个智者大师的解释 那月所怀底下就是在讲说什么呢 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集十二不经八万法障六度四等一切的法门 那我们来看这两句的这样子的一个注释 初句谍试 同学不用太紧张 谍试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解释的意思 好 等一下我们会来完整的说明 谍试的意思是什么 初句谍试 第一句的解释 乐是什么呢 就是唱乐 就是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 就是唱怀喜悦 怀呢就是心怀 若就本经呢 本经指的就是 是佛说观五亮寿佛经 这部经呢是如来久修久正念佛三昧 然后呢孕之在怀 经呢 积寇发 然后说之 比如说其实佛在说每一部经的时候 都是什么呢 随积而发的 随积而发 那刚好什么呢 韦提希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请求佛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佛呢其实就为 魏提希夫人说这一部经 所以这个呢乃畅习之所怀 那即时下 就是即时 即十二部经 即时下 这个就是在讲法的部分 先明所说法相 有十二部 是众明说相 那这个就是十二部经的内容 那有八万法障乃呢 据是所说种种的一个法门 所以要知道 有多八万且呢 约四地来做说明 就是其实讲到十二部经八万法障 感觉好像很多对不对 而这个很多的经法内容呢 其实可以来做一个简略来做说明 简略呢 其实就是苦极灭道 同学说怎么会这么少 这个其实可以怎么样呢 分成四教啊 对不对 障通别人都有苦极灭道 那同学也知道嘛 智子大师把所有的教法 归为障通别人四教法 所以这个就可以涵盖全部的教法 所以这个其实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言而八万法障就是苦地 八万成老呢 就是极地 这里为什么法障是苦地 那我等一下会做解释 成老是极地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烦恼嘛 对不对 那对治法门 三美门 陀罗尼 这个是道地 那八万波罗蜜呢 就是灭地 今呢 虽是一 而呢 一间三 虽是一 是什么呢 是八万法障 是的是苦地 但是呢 他间什么呢 间三 三呢 是三地的意思 哪三地 对 极灭道三地 同学可以知道意思 好 ok 都很聪明 好 那我就来解释啊 因为这边没有解释 为什么法障是苦地 这边呢 其实我就是从 那个治理大师的庙中超 来为同学说明 为什么法障是苦地 好 因为法障呢 其实就是法运的名称 所以这个障呢 其实就有运聚的意思 就是集合啦 集合的意思 那判属苦地呢 是因为运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运就是和和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他呢 就判属于苦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而呢 兼得三地就是极灭道三地 盖呢 是明言呢 明 盖是明言 好 就是苦极灭道是 好 不离什么呢 因故 好 不离开 那个所谓的集合的意思 好 不离开集合的意思 而底下呢 也是妙中超的一个说明 但是呢 我呢 我是列出来啦 但是我想不用全部解说 就是 季色论所所做的一个解释 是属于比较小剩的一个说明 包括有九步跟十二步的一个说法 九步跟十二步的说法 我要跟同学讲的 其实就是有关六度四等 同学我不知道 刚刚看到六度四等 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四等指的是什么 四等指的就是 十波罗蜜当中的 后面四个 方便愿立志 方便愿立志 而六度的最后一个啊 其实就是会啦 会跟志还是样式有差别 就是有关 布施词戒忍入 经济禅厅跟志会 对不对 那六度的会呢 比较是放在升稳的 一切志的会 而这边就是十波罗蜜的志呢 会比较说明的是佛的一切种志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式 会跟志有他程度上的不一样 程度上的不一样 虽然呢 虽然呢是在大圣 亦呢通三藏士度的一个菩萨 然而其民宿呢四教皆同 权呢就所权 有真还有中两个真理 那这两个真理呢 其实就有权跟实的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分别 不同的一个分别 所以附论四种能去观形 能去观形 那这四种呢 其实就是其实还是一样是有那个所谓的 障通别源四种 而这四种呢 而四种的一个所谓的观形 就有他的不一样的差别 同学应该知道嘛 西空体空 有没有 次第三观跟一星三观 这个我想同学应该是知道 所以用简偏圆来做一个区分 还有呢 我们法华金的有保主还有化成的这样子的一个 程度的一个不一样 我想应该就很能够去做一个所谓的 那个分辨明了 而不会有那一种所谓的混合在一起 相乱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混淆 相乱的混淆 好 这个就是以上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那我们看底下 诱于一法 然后做四门分别 那刚刚有稍微跟同学做解释 对不对 我们直接来看那个所谓的注释的部分 注释的部分 诱于一下 诱于一下 次明呢 就是能说善巧 因为要有善巧啊 你才能够做四门分别啊 对不对 然后上之所列呢 有八万等法 而这八万等法呢 是通四教的 四教就是这样通别人四教 那因为呢 这个八万法 就是用那个苦极灭道来做说明 对不对 所以以四教来做苦极灭道的说明的时候呢 就有生灭无生无量跟无作四地的区分 所以四教是什么呢 生灭四地 无生四地 无量四地跟无作四地 而呢 所对应的就是障通别缘 障通别缘 障通别缘 所以各有八万 去举一法呢 就虚开四门 然后呢 姬生守顾 就是众生的根基有没有 成熟啊 那佛呢 或者是圣者 就用四溪坛来那个教化众生 来教化众生 可以喔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呢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就是 为呢 为呢 为众者做世界说 为众上根的 好 然后来做世界西坛 然后令他怎么样呢 乐愈 产生喜欢 然后呢 占用寿行 为以众者呢 用中二溪 中二溪是哪两个溪坛呢 为人跟对质 好 为人跟对质 同学我不知道看到这四溪坛 有没有觉得 啊 说得太好了 为什么呢 我们再不会去 那个烦恼 哎 为什么有的众生 包括我们 有的一些所谓的学佛的道友们 或者是所认识的人 为什么是偏好这一个法 为什么是偏好那一个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啊 有些人其实对五戒十善 非常非常好要 像我 我那个 我有说的嘛 那个所谓的 南宁和尚女啊 刚刚缘辑的这一个 他其实一开始接触 再加重喔 一开始接触到戒法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欢喜 而且他那种欢喜 我那个间接知道的啦 他那种欢喜是 他看到就觉得很熟悉 然后呢看到之后呢 就自然怎么样 记起来耶 不用特别去背 那我们一些人 其实就怎么样 就会觉得戒法 是一种束缚 尤其是对西洋人而言 然后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到 众生各个不同的根基 众生各个不同的根基 包括世界西坛也是如此 为人跟对质也是 像我刚刚说对戒法 有没有信戒禁念对不对 特别有那个感觉的 就是束世善根的缘故啊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为人西坛 好 那有的人呢 其实因为被自己本身的 贪嗔痴烦恼所困惑 所以呢 他知道有一些法可以对治烦恼 他会觉得哇实在是太珍贵了 对不对 像比如说不禁观 比如说束席观 对不对 比如说慈悲观 可以对治称灰 所以这个时候能够用这个法 来做一个羞耻的时候 哇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殊胜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不同的西坛 为众生所做的利益 好 好这是为众者 然后善根为发者呢 作为人说令起束善的信戒禁念 信戒禁念 二为破者呢 必对治说令起三读忽霍耳冰消 那善根已经成熟的 这个成熟的就是怎么样呢 就可以为他怎么样 说真正的一个所谓的真理之法 所以做第一意之说令得弃真 可以格凡成圣 格凡成圣 所以佛的智慧可以非常的清楚 可以照明众生的根基 而且说法一定会让众生怎么样呢 必忠 必忠其实就是主要 这道众生的根基成熟 会让他另得佛利益 必忠是可以让他入得中道的道理 这个忠其实就是可以达到真理的意思 知道众生没有办法入礼 那么就会令得三亿 知道呢不破二呢令得二亿 然后无上可发呢就会做世界 也就是说诞生欢喜 所以我们不用去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都一直没有办法 是入得佛的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核心道理 那我们其实要善解 因为他呢 这辈子的程度就是这样 其实我有碰到啊 其实有学佛二三十年的 他其实就是会一直在 那一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地方 深欢喜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所谓的陪伏 就是要在深入佛的道理的时候 就比较没办法 我们就可以去善解这样子的一个众生状况 那我们就是一种祝福 包括一种所谓的那个祈愿 让他能够善根增长 善根增长 若权无益呢佛则不说 故隐莫然 此事呢一法一门 名呢四溪坦的利益 有没有这样 就是四教四门 然后呢就是那个四溪坦 对不对有三个层次 有三个层次 若依下 利呢诸法诸门呢是四溪坦 为呢一门所批的众生是根基 批基 四溪继而于三门也是如此 就是其他的三门也是如此 这一门不一定说是哪一门 有无亦有亦无 有空有亦有亦无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不不不陷地是哪一门啊 如是类吞一一八万呢 法法四教 然后呢 教教有四门 门门呢有四溪 所以我们看到三个层次 四教四门跟四溪 那这个呢 不管说是十二步六度四等 都是如此 以此来略名佛说法的相貌 佛说法的相貌 这样ok 所以这个说字呢 其实就是跟佛字来比起来 其实就很怎么样呢 很简短 很简短 我们一下子其实就可以知道 一下子就可以知道 也在这边结束 也在这边结束 所以我们进入观字 进入观字 观字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讲到我们天台最重要的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 所以我们在这边 其实不妨在这边有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准备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真正讲到我们天台很重要的 修行观法 那也不用紧张 这个到经文的时候再讲到 有关我们观无量寿经的十六观的时候 还会再提 还会再提 这边算是做一个基础上的认知 来我们看观这个字 是观字 这个即所说也 我问同学 那能说是哪一个字 很好 同学头脑清楚 马上反射动作 上十二步八万法等 岂非所说 然而是犯局 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十二步八万法都是所说的 显于能说下无量寿 以及这里的一个观字 就是我们这部经所说的部分 那我刚刚有说嘛 蝶式这个词 它的真正意思呢 其实是解释啦 但是解释还不够精准的了解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在这里 就是说它这个蝶式呢 就是长篇的文章 它会分成一段一段的 分成段落 这个段落叫做蝶文 就是小段小段的 那依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蝶文 来做一个解释 这个叫做蝶式 而这个蝶式呢 其实就是解释金律论的一个所谓的方法 那这个算是属于比较完整的 这个词的一个说明 让同学去做一个知道 那如果说觉得很繁琐 那你就把蝶式当中是解释就好了 解释就好了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词之后呢 我们来看 智者纳式的那个观金术的文 观者呢 观也 观其实就是有动词的意思啊 那这个动词就是在解释观这个字 而这个呢 观呢 有次第三观 跟一星三观的区分 我想这个同学都很清楚 一个是别教的观法 一个是原教的观法 那我们看 那个 底下 的一个解释 上面的这个观呢 是平生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观 下面的观呢 是去生 就是观这个字 所以必须要用 去生的观字 来解释平生的这个观字 所以乃用观法 观于圣境 如果不是观法 要怎么样来做观呢 这个就是在解释这一个 观字的这个意思 错今所权立之题目 今呢 有说明十六观 这个是能观 这里再解释提名 就是其实这十六观 要怎么观 它的一个核心跟基准是三观 就是空甲中 而这个就是很典型天台的观法 就是一星三观 唯论三观 经文是别 而提名呢 提是总名 种种与别 别别与种 不管说是十六观 还是什么观啊 它的重点核心是在三观 也就是运三观 来观这十六观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 今呢 立三观 来解释观 那乃是经文的十六个观体 也就是说十六观的每一观 都是用三观来做一个所谓的运观 意思是这样 好 那若就十六呢 各个是于三观向着 那么美 那么每一个观都来讲三观 哇 那个文就非常非常的繁琐 所以呢 于是提总而是之 令其修者呢 可以知观法入于十六门 而呢 每一进呢 都是什么呢 有这三观 所以欣欣绝妙四一批物 四一同学还记得吗 就是四一大事 四一大事从天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是哪四一啊 四一大事其实就是从观行几到等觉 四一大事就是四一菩萨 从那个所谓的物品弟子位 又跟亲近位 然后出注到等觉 都是属于四一菩萨 批物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所以如果同学觉得说 啊怎么这么麻烦 那么四一同学旁边可以注明 就是元教菩萨就可以了 言简一周双标两种三观 乃呢 以赐显于不赐 两种三观就是赐第三观跟一心三观 对不对 那赐第三观就是赐嘛 对不对 那不赐呢就是一心三观 一定要用这两种来做一个比较 才能够明显知道 什么是一心三观 殊胜的地方在哪边 那不用别观无以明远 如呢 止观中 皆用思义来显示不思义 也是一样是这个意思 那同学知道 止观指的是哪一部论注呢 摩合止观 摩合止观 所以一提到止观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知道讲的 其实就是智者大师所注的摩合止观 摩合止观 二聚焦双十二 所以这边 会出现空甲中三观的另外的三个名称 我不知道同学对三个名称熟不熟 因为同学有上过小止观的同学 应该是很熟才对 二地观 平等观 跟中到第一观 还是已经都忘记了 有人点头 这个呢 第一个在小止观的时候就是有出现 第二个在摩合止观 还会出现 还会出现 这个是有关 空观 甲观 中观的另外的一个名称 所以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到 不同名称的出现 不同的名称的出现 那现在出现我觉得也还好 就是 就是在我们要进入 摩合止观课程当中的一个所谓的 前提认知 那我们在进入摩合止观的时候 才不会这么吃力 因为这个都是很典型的 天台的一个所谓的一心三观的 一个所谓的那个基础认知 基础认知 那我们先来看 从假入空观 那从假入空观 简单就是空观 而这个空观怎么入的 是从假而入的 意思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层 或者是另外一个诠释就是 我们要怎么入空观呢 借由假而来入这个所谓的空 那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二地观 那你看喔 借由假而来入空观 所以这个同时牵涉到两种观 一个是假观 一个是空观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牵涉到两种观 所以叫做二地观 所以这个二地观的意思啊 它的一个名称由来是如此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 摩赫子观写的 小子观其实也有说啦 这个就是有关二地观的名称由来 那平等观呢 是从空入假观 一名呢平等观 那我们知道嘛 二地观是破空 破假而入空对不对 所以叫做二地观 而呢平等观是 破空而入假 那它到底 为什么叫平等 因为我们知道二地观 其实是入那个所谓的 生文二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而平等观呢 其实就是菩萨的一个观修 对不对 那菩萨的观修呢 一定要破空 一定要破空 那因为破空呢 它原本就是在空 那它不同于生文圣者是 它又能够入假 不会像生文圣者 就是说破假之后呢 就入空 它对于假怎么样 完全没有去运用 而平等观 就是菩萨 它能够在破空之后呢 会不像生文圣者这样 它还能够运用假 所以空既有用到啊 假也有用到 空假平等 有没有 所以双破还可以双用 所以这个叫做平等观 这个就是平等观的由来 所以二地观可以得一切智 而平等观可以得道种智 可以得道种智 所以这个就是有观二地观 跟平等观名称的一个由来 是在这个地方 各有它的一个特色跟意涵在 二空观呢是方便 然后得入中到第一一观 这个其实就是前面的空跟假是方便 是什么方便 要入中观的前方便 好 那因为前面的两种观呢 的一个所谓的方便的观修成就之后 而得入中观 西心极灭自然流入撒婆若海 这个的那个所谓的词呢 是出于阴落经 出于阴落经 那这个很典型 就是在讲的是次第三观 次第三观 那次第三观其实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空观 什么是假观 什么是中观 让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初初的一个认识 认识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更加知道 一星三观 就是有关天台 它的一个运用程度 到底是到哪一个地方 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解释 空观从底下这个地方 刚刚是稍微解释了 我们来看一下赤者大师的一个空观的一个说明 今世起义 假是虚妄 其实我那个所谓的 弥陀要解的时候 其实我有跟同学稍微介绍空假中 对不对 假其实有两种假 一个是什么呢 世俗的因缘假 一个是菩萨的一个方便全假 方便全假 所以这两个假不一样 作用不一样 因为众生是被这一个世俗的因缘假所迷惑 所以众生因为这个假 而不断的轮转六道 菩萨因为这个假而怎么样 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 所以这里的虚妄讲的是世俗的 众生的虚妄假 虚妄假 所以假是虚妄 虚妄 这个是虚妄 这个是虚妄 空是省实 就是真实 这个就是真谛 真谛 然后今欲去俗 然后归真 所以 言从假入空 假是入空之权 这个时候要先虚关假 知道假是虚妄的 那就可以怎么样呢 会真 所以要关的是假 而要入的是真 真就是空 所以故言二敌关 此关成的时候呢 就可以正得一切智 就可以正得一切智 这里其实地贤法师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补充对不对 那我呢还是一样是从庙中操这个地方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就是对于空至少能够有再更近一层的认识 就是空官呢有二敌 就是从假入空跟二敌关 他的二敌是这两个 二敌是这两个 假是等者 就是见思取尽 无而未有 就是凡夫 其实因为有见祸跟私祸嘛 对不对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烦恼取着境界 都是假的 那为什么会认为会有呢 因为自己本身的烦恼所致 本来是没有的 而认为是有 所以虚假凡俗 知虚明帝 就是当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么这个就是假帝 这个都是假帝 二空之礼是审时法 知识明帝 知识明帝 所以这个空的 这个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是真实之法 真实之法 那知道他是真实的 那这个呢就是 真理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不就俗须莫知真实 要须照假方得入空 所以这个呢就是从假入空 从假入空 又呢假是等者 就是在世俗的时候迷惑的时候呢 会把虚假的认为是真实的 那么这二呢 拒不地 拒不地 那若物俗虚的时候呢 必知道是真实 则二呢就可以达到 所谓的真理 达到一个真理 所以复得名为二地观 二地观 也就是说 其实凡夫在观真跟俗的时候啊 怎么观这两个都是俗的 都是假的啦 但是呢 其实当你悟得这两个都是假的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二地的一个所谓的真理 就是二地就是真跟俗都是属于真理 这个叫做二地观 就是不同的一个程度 所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状态 不同的一个状态 此观等者修观明依 然后呢正至明过 所以修的是二地观 所正得的志就叫做一切志 所称的志叫做一切志 所以大制度论啊 就是三志为义解雇 大制度论说三志 而这三种志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知道 他有三种的一个所谓的 那一个所谓的智慧 三种的智慧 让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区分 这三种我会觉得应该是 身文菩萨跟佛啦 对不对 一切志道种志跟一切种志 那对呢一切志 即呢空观果 这个呢就是配合我们别教的十注位 十注位 那因为等一下其实入甲观的时候呢 会配合别教的十行 中观就是十回向 所以呢空观没有做一个所谓的注释嘛 在这边做一个注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一个所谓的对应的阶位 对应的阶位 那就是我们有学天台的一个所谓的教理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 好这个就是有关空观的部分 有关空观的部分 看起来好像觉得说空观没有什么 空观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 其实我们在有关实修的过程当中啊 空观还是要是一个要上去 修行要上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要上什么去 要上我们的菩萨恨乃至菩提道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虽然说是一个所谓的那个升文圣德啊 然后那个佛所呵斥啊 他的一个所谓的自立啊 有没有而不立他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贬斥 那但是呢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阶段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们还是一样是不可漠视的 你看我们在学教法的时候啊 那一个所谓的入空入真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一样是我们必须要先去知道的部分 包括对于空的道理 还是一样是要掌握的非常的一个清楚 要不然很容易堕入于往空 以及呢就是不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空的危险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部分 必须要自己去知道的部分 好要进入入甲之前呢 我想再来分享一个 我很怕同学学这个教理学太久 做的会怎么样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枯燥跟乏味 我讲一个佛本行经当中的一个典故 跟同学做分享 而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让同学去知道 就是有关世俗的一个认知 那这个我会觉得很经典 我自己本身看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我觉得也还蛮受用的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佛本行经嘛 是典故是出现在佛12岁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希达多太子还没有出家 离出家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他当时其实希达多太子其实 那个毕竟是佛 那他的一个所谓的还没有出家前 所以他呢其实 小时候的一个聪明力 我想非常可以去一个预知 希达多太子在八岁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在学习了 而教他的两位其实都是很有名的老师 一个叫做毕奢密 一个叫做忍天所 所以其实太子他骗软群书 而且广读诸润 兼学各种的 那一个所谓的兵法还有杂术等等 所以在12岁的时候呢 他已经能够通达世间种种的一个技能了 有一天呢太子其实在他的一个所谓的园里面 怎么样希系 因为他太子嘛对不对 他有他一个属于各自属于他的一个圆的范围 这时候有一群燕子飞过去 那时候他有一个堂兄弟叫提婆达多 也是小孩也是小孩 他马上其实拿着弓箭把它射下来 所以射下来呢就掉到希达多太子的圆 所以这时候太子看到那个所谓的受伤的燕子 心生怜悯 所以他会把这个燕子捡起来有没有 然后把它涂那个所谓的疏密 让他的伤感快好这样子 所以这个所谓的伤口 就渐渐的一个愈合 这个时候提婆达多的这个童子 他呢其实探听到 这只燕子是掉到这个希达多太子的这个圆子里面 所以他要跟他要 说你这只燕子是我打下来的 那所以这只燕子是我的 那太子就说如果这只燕子死的时候 我就还给你 如果活呢我就不可能还给你 他就是属于我的 那这时候提婆达多说不对 这只燕子死跟活都是属于我的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所设下来的 他只不过是掉到你圆子里面而已 那同学你们觉得应该是谁的 都不是谁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判属 才是我我们真的要学的 太子就说 因为这只燕子是我所设受的 为什么因为从我发菩提心以来 慈佩利他的心就已经射受一切众生 而这一切众生包含这只燕子 我觉得讲的是太好了 讲的是太好了 于是这个希达多太子 跟提婆达多两个人就将此补下 那他们就请有智慧的长者来做一个判决 这个时候禁居天的一个天人就化成一个老者说 能够用慈悲光明让这只燕子得到安稳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拥有他的人 然后这个长者他认同希达多太子 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说法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那当然希达多太子是赢的 他就把那一个所谓的燕子归属于希达多太子 而这个也是这两个人结下 那个渊源的 怨结的最初 那我要说的其实就是真正的拥有者 就是我们世间人其实一直在对于 什么是我的这个拥有有没有 在做一个所谓的认知跟判断的时候 我会觉得藉由这一个所谓的典故 我会觉得打开我们自己本身的认知 就是拥有跟射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拥有跟射受的意思 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拥有 不是东西占为我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拥有 就是我们那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而射受是什么意思 射受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慈悲 跟智慧的光明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常常要审视自己 对自己本身要拥有失误的这种所谓的态度 所以我们其实用那一个所谓的拥有 不是用我们世俗的那一个我 的占有来做解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依循那个智慧跟慈悲来做一个 那一个路啊 来这边来做一个所谓的行持跟行走 所以如是因啊如是果 所得到的结果啊 我们依照这样子的一个行持来走啊 结果一定是光明的 而且一定是如意的 而且我们不会去执着 只会让我们的慈悲跟智慧更加的提升 更加的提升 我觉得真的实在是太好了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我不知道同学 就是看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希望能够藉由这个典故 那能够改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一个所谓的我有的认知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观念的转换啊 对我们的提升是蛮大的 是蛮大的 好这个其实是放在假观之前 我觉得会有别外的意思 就是对于那个菩萨 的那一种行持 的一个认知 以及呢 的那一种所谓的那个所谓的 那一份心 其实会有更加的那一个所谓的认同 好假观的部分 从空入假 我那个头影片上可以看到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字 都是跟假观有关系 从空入假 平等观 正得的是什么呢 道种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从空入假者若住于空 那跟恶圣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差别 那恶圣不成佛法不义众生 不成佛法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真正达到佛所要给众生的 法的核心 所以观空不住于空 而呢入于假 而这个假呢 其实是怎么样的作用 它的功用是在哪一个地方 可以知病适药 可以硬病受药 令的服刑呢 顾名从空入假观 而言平等者 就是望前称平等 望前就是望前面的空观 因为空观它不平等 它是破假而住于空 所以它的空假都不平等 而在这里呢 空假可以用可以破 这个叫做平等 前呢破假用空 今破空用假 破用寄君 顾言平等 此观成就的时候呢 可以正得道种制 正得道种制 好这个就是有观 从空入假观 从空入假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前观有两二名 前观二名 此观也是二 前观二名呢 就是哪两名 从空入假还有二地观 同学忘记了 前面前面的那个观呢 有两个名称 叫做前观二名 所以前观二名的两个名称呢 第一个是从假入空观 还有一个叫做二地观 对不对 这是二名 此观也是二 哪两个 从空入假观 还有平等观 非常好 就是能够坚持到后面 头脑都是清醒的 同学就非常棒 我很怕同学做三个小时之后 到后来突然 我们脑筋不清楚 非常好 来我们这边呢 先斥 助空 助于空 然后度于小胜 修假能成佛法 能够利益众生 光空能做入中的一个方便 所以在空制呢 而正而不住 就是我们菩萨有没有 他在空的这个智慧 他可以正的空 但是他又不住于空 不住于空 三界祸浊 虚荡令空 诸法因缘呢 虚旧本末 见诗重数 如成若杀 这个在讲的其实就是有关 就是菩萨从那个所谓的 身文正空的这个历程 一直讲到那个从空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状态 那文呢 是属于比较文言 但是我不知道同学对于这个文 能够了解几分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故于空制正而不住这个地方 开始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解释 同学应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因为在三界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众生的一个所谓的烦恼 祸浊嘛对不对 烦恼很重 为什么那个见祸跟私祸都是很粗的 而且呢因为这种粗啊 让我们这个众生有没有 不断不断的在夜海这个地方流转 所以三界祸浊 第一步一定要让这个见尸恶祸断除 所以要让他荡除令空 至少要在六道这个地方 不要再轮回嘛对不对 所以虚荡令空 那除了在六道当中不再轮回的 入空极灭这个地方之外呢 我们要去知道啊 诸法因缘啊 要去知道他的真正的 要穷救他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根源 知道他的一个本末 见尸众树如臣若杀 见尸众树如臣若杀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见尸祸 是很很很 见尸祸是很多的 很多的我们的烦恼是非常非常多的 像杀一样像臣一样 他如此之多 那众生其实就有如此之多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大悲心 骗观骗学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就以那个 怨学一切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心 这个叫做知病 这个叫做知病 因为已经这个已经是菩萨恨的 从空这个地方入甲 从空这个地方入甲 然后呢 诸法诸门迫信迫向 一一来对治 无不暗恋 这个呢叫做适药 这个叫适药 就是第一个要先知病 第二个要适药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呢 应病与药 应病与药 这边同学可能会看到说 那为什么要把破性跟破相 把它用不同的字把它标示出来 我知道有同学一定会觉得 为什么要破性 这个性指的是破空性 一定要破空嘛 对不对 那破相呢 其实就是在破空性之前的 破众生的执着之相 所以破性破相啊 然后对于众生的这些 根指的病要一一对治 那非常非常的暗恋 名为那个所谓的熟悉啦 暗恋就是熟悉 这个叫做适药 这个叫适药 所以这边呢 其实都是在讲众生的一个所谓的状态 烦恼状态 那包括身文圣者的一个执着空 也算是一种烦恼 烈为烦恼 所以随获的一个浅身 然后知基的一个身手 知道众生根基的一个纯熟 神通骇动 然后质变宣扬 所以这个时候就运用神通 然后呢 包括菩萨所证得的这个智慧 然后宣唱法门 来度化众生 教化众生 所以四夕当以各领或益 就是用四夕坛 然后呢 用适荷众生的一个所谓的方便 然后让众生获得利益 如是受药方肯服刑 所以你看哦 众生不是给你 你给他要他就要 你要给的要 他要愿意去服务 他才愿意去接受 所以我们看众生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 刚强 没有错就是刚强 我就是要讲 想的就是这一个词 众生是刚强 可见 就有时候在看到地藏经的时候 众生末法众生的刚强 有时候看一看自己本身 就是这种刚强顽劣之人 所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可以知道 真的要大大的方便 才有办法去度化众生 藉由正空能入此甲 所以叫做从空入甲观 从空入甲观 所以种种从这一段 其实就是从这一段包括 正空之前 众生的烦恼 然后从空呢 就是入空之后呢 包括从空破空 然后入甲 度化众生的种种方便 在这两段话大概都可以说的 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属于次地观嘛 对不对 那入空呢 是石柱 那这边呢 是入甲 是石形 那石柱跟石形呢 所指的是别教的部分 别教的部分 就是对应这一个所谓的石柱跟石形 这边呢 其实是等于说是开始在用那一个 所谓的甲观的意思 甲观的意思 所以相对而言 中观其实是石回向 就是运用中 运用中 是石回向 那真正入中是什么呢 真正入中又就要到别教的石地 别教的石地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 空甲中在别教的运用 它的一个所谓的区分 它的一个程度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它的一个次地 有它的一个次地 所以底下的 那个所谓的石中观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 能够借由前面的空观跟甲观 才有办法去知道 那个所谓的入中观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状态 其实说真的中不离开空跟甲 为什么 因为中观的解释就是双遮跟双照 而双遮跟双照如果没有空跟甲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出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观没有离开空跟甲 因为双遮跟双照说明的就是空跟甲 意思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这样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认知之后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中观 再来谈中观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再讲了 时间已经到了 来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西末 西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